西布朗先任主教练托尼普利斯在球员时代曾效力过香港预员队 他所执教的首支球队是伯恩茅斯队 普利斯以运用有限资源而取得卓越成绩而著称 在其主教练生涯中所执教的球队更从未有过降级记录 2013年11月23日 普利斯坚守11轮仅得4分台名垫底的水晶工队 随后球队强势反弹 以在英超史上最佳成绩第11名结束赛季 普利斯也当选为2013-14赛季最佳主教练 他于2015年1月1日开始执教西布朗 就是形独成 战争放到盘儿�� 窝拉到盘儿 共游农结束赛季 防备女做到盘儿 我现在来到了新布党的主场 山楂球场大家看 这座球场始建于1900年9月 至今已经有110多年的历史了 球场全座席可容纳观众26500名 值得一提的是 这座球场的海拔是168米 是全英超联赛最高的球场 现在的站在这里是西方的站 之前的站非常有名 因为这座席是多的 哦 这个圖是绿色的 里面也有一个圣位 对 绿色的圣位 有些圣位是建议的 因为这里有一个圣位 你带上的帽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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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原来这边的座椅 涂成了彩虹色 远远看去 非常的漂亮 他也告诉我 为什么这个球场叫做山楂球场 因为原来这边是一个山楂园 这好我给大家可以看到我胸前的这只画美鸟 也是西部朗的标志 原来他们都生活在这里 所以呢球场的名字呢取自于这里 so this is the home dressing room on a match day in these areas will be dressed with match day shirts all ready for when the players arrive the hoops and everything else will be here as well and then so this is where it's empty now it's empty now it's empty now it's not there's not too much to look at but let's say on a match day it's the same as this just you on shirts on yeah so and this is the area where get themselves ready it's the treatment tables as well but yeah this is really where it's the treatment for relax yeah for massage take a nap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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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where people will really start to get into my friend of mine this is really fun okay 这个地方呢就是西部朗球员 他们赛前热身训练的地方 我现在搞了一辆自行车 但是吧 这个真的非常的难骑啊 我真的可以知道球员跟的训练是有做得认真了 我要继续了 看 在我左手边的东看台 建于2001年 是球队办公室 售票处 包厢及商店的所在 右手边的就是博明汉道看台 中间我坐的这个地方呢 是火特文角落 大家看这个巨大的画美鸟标志 它是每一代西部网球迷最熟悉的标记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幕 在如今看来这个并不十分特别 几乎每座球场都有 但需要特别提一下的就是 在2002年 山楂球场是首个说是昆平大屏幕的英超球场 基布朗围棋足球俱乐部成立于1787年 主场呢就是现在我所处的山楂球场 它在历史上曾得得五次英格兰足总盃和一次联赛盃冠军 进入21世纪后呢 球队经历了数次升降级 逾09至10赛季夺得英冠联赛亚军后 重返英超 一边是五个赛季取得英超基本榜中有位置 在英超中啊 站稳了脚跟 相比于切尔西曼联利物普等球队 西布朗可能不为广大的中国球迷所关注 然而他们是第一支来华比赛的英国俱乐部 1978年5月19日在北京的友谊赛中 西布朗2比0击败了中国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